恩女移动,一个传达祝福的流动平台 一点鼓励,一点关怀,一点安慰,随传随到 快点来扫一扫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恩女移动Apps 免费领取迎新礼品吧 他制作了一个仿真机器人 刀膜里面的机械零件 在写其中的电脑程式 全部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做的 全球有很多人都问 为什么你能做到里面工程的部分呢 我说你有心智就行 他说你撒谎啊 全球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出来 移民遇上疫情波折重重 移民局开始恢复工作了 这才是个噩梦 航空公司的主任跟我们讲 你们不能登机 不能上学也没有工作 房子也已经卖了 没有地方住要住在酒店 感觉很漂泊这样子的 这个外墙由几何线条和结晶体图案组成 充满现代感的半月形建筑物 就是著名的卡加利公共图书馆 除了外形突出 卡加利公共图书馆的内部设计 也别出心裁 开放式的设计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而屋顶的天幕 令图书馆自然光线充足 给人一种温暖安舒的感觉 众多的设计特色 使卡加利公共图书馆 获得多个建筑设计奖项 飞升国际 移民到卡加利的香港人 马子恒Ricky 他在原居地设计的作品 也使他扬名海外 其实要控制这个机器人呢 最复杂的就是怎么样 通过这个电脑程式 去控制它的每一个伺服器 控制每一个伺服器的小马达 去推动的每一个机键 那每一个机键呢 又有一个马达 跟电脑中所写的这个程式 让它会动 每一个角度的变化 就要依靠这个部分 眼部的移动 左右的移动 嘴唇的这个机键 动得好不好 那么我也要想 怎么样方便来安装 随时可以拆下来 可以修改 加快研究的进度 还有眼球 每一次的这个移动 里面安装的这个摄录机 这摄录机要多大 要用什么样的摄录机 去控制它 这些就要每一次 收集资料 那每一次完成作品之后 会发觉下一次 该怎么样改进 那每一次都要研究 所以做机械人的难度 就是这一方面 还有就是怎么样 能够将美术融入 那么为什么会影响到 有全球的回响呢 因为单一制造的一个 这样的这个仿真机器人 称为lifelike的robotic 全球没有一个人 能做得出来 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个集团 或者是一所大学 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机构 或者是政府来提供资源 给一些团体去研究 但如果以个人来讲 一个人去完成整个过程 暂时来说 全球只有我一个人 做到这件事情 创作机械人 是马子恒的童年梦想 所以当他40岁的时候 就毅然放下平面 和产品的设计工作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 踏出第一步 我跟我太太说 一生中给我一年半的时间 让我完成我的梦想 那我也跟太太说 我也预备好金钱 一定能够维持过来 自己读了那么多年设计 还有产品 能不能够将它创造成一件 自己个人的创作呢 最后就制造了 可能有些人见过的 我的Mark 1的机械人 其实Mark 1的名字 其背后有个意思 就是马可福音9章23节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因为这句话 让我觉得能做得到 我相信做得到 所以我的机械人 是从雕塑 导模 里面的机械 零件 在写其中的电脑程式 还有工程上的工作 全都是我自己亲力亲为做的 全球有很多不同的人问 为什么你能做到 当中工程的部分呢 我说你有心智就行 他说你说谎 我一头想 为什么我会做呢 因为从小我都在留意 从小我就看电视 看卡通影片 看那些机械 零件 怎么样运作 到当我要制造的时候 就已经有概念了 你相信他的话 他就会给你钥匙 开他的智慧之门 那么奇妙之处就是呢 当我在这一年半的 制造期间 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 会在睡梦中找到答案 连我做梦都会看见 是啊 可以这样解决哦 凭着对神的信号 子恒将似乎不可能的 创作变成可能 而为了可以更好的发展 子恒决定移民到 科技先进的国家 在2021年9月 子恒和家人 移居到加拿大的卡加利 跟很多西民一样 一家人也要适应新的环境 来到卡加利呢 感到很辛苦 是因为没有一个 安定的居所了 一下飞机就住Airbnb 然后中间搬了五次 来到这里呢 我们还没有车 靠双脚还有公交车 四处跑啊 我们靠双脚呢 从暂时住的地方 到买日用品的地方 也要四十分钟啊 来回就要一个多小时 因为在我们买车之前呢 上学啊 仍然住在Airbnb的 真的要走路去的 曾经有一天下雪 幸好不是大雪 还可以吧 但是呢 眼睫毛啊 就结了冰了 那期间呢 我们也要买房子了 那买房子呢 也遇到一些阻碍啊 困难啊 那我们买第一间房子的时候呢 这么一切都签引商议好了啊 到签文件的时候呢 才说 哎 这个房主的妈妈呀 哭着说不想卖啊 我们也 不想勉强啊 虽然房地产经济说 我们可以坚持啊 但是呢 作为基督徒啊 我不会强行要你的房子 就像是伤害了其他的家人啊 我们说算了 不要勉强了 我跟太太说 再看其他的房子 还是祷告啊 主啊 我相信你有安排 从机械人的命名 到适应异乡的生活 都显出 马自衡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但是他也有一段迷失的时间 他曾经因为创业 而放弃教会的生活 直至在生意上遇到挫折 那么客户该付的钱还没有到 那我就要支出的时候呢 那我心里就想 那究竟我该怎么做呢 刚巧啊 整个经济环境呢 也都开始转变了啊 那我就跟太太说 哎 究竟是不是我做错了 那求问神 是不是我少去教会啊 是不是我错了啊 那我跟太太就讲啊 喂 我要回到教会去 当我回到教会 当年的牧师呢 是张木凯牧师啊 我是去九龙城进行会 那么他讲的故事呢 刚巧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马上 我马上整个人很感动啊 香港人 应该说中国人的传统 就是男儿流血 不流泪啊 但我立刻就眼泛泪光啊 我就按捺着 不要哭啊 不要哭 但是我心里说 主啊 是我错了 对神重拾信心之后 自衡开始经历上帝的真实 首先 他透过旧同学的介绍 找到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 而在决定移民到哪一个国家 他也都经历 神奇妙的带领 在2016年12月 在他向传媒发布 Mark 1之后几个月 还记得是晚上 我零睡前 我跟太太说 其实呢 我是不是应该离开香港 或是到别的国家去发展呢 我们还是祷告啊 求主带领啊 明确的带领啊 那么在2017年 1月中 收到一封电邮 这个电邮说 Ricky啊 我在网上呢 看见你的新闻啊 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基督徒啊 你有没有兴趣到 Calgary生活啊 这里的生活很适合你啊 我心里想啊 他骗徒啊 你骗人的吧你 都无缘无故 发电邮来叫我去Calgary 那么我最主要想说的是啊 12月祷告 1月就有个陌生人发电邮来 我没有想过 会有陌生人发电邮来 那反过来呢 一般人会不会看见电视里的人 就发电邮给他说 我觉得你像基督徒啊 不如你过来给我这边住啊 你不会的嘛 那么我觉得 最奇妙的就是 祷告之后 他就有这么明确的指示啊 正如我刚才所说 主啊 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真有一个明确的指示来了 2017年的暑假 子恒和家人到卡加利旅行视察 之后 他们都爱上了这个城市 就委托加拿大的移民公司 办理申请手续 本来过程都很顺利 直到遇上新冠疫情 到了2020年3月18号 当我面试的时候呢 对方说完了所有的问题啊 我也答完了所有的问题之后 他已经说通过啊 批准了我可以有个资格移民 并且取得永久居民的确认性了啊 那我问他大约要多久啊 他说大约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啊 那我离开了领事馆之后呢 我才收到讯息啊 加拿大封城 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位移民官员说 大约一个半月就能收到文件啊 那我就要卖房子啊 那么5月就已经完成交易了 到了5月呢 就刚才所讲3月18号 时间应该差不多啊 我还没有收到移民局发出的 这个信件啊 永久居民的确认信 那当时怎么办呢 我说不要紧啊 先住在亲戚家里面 或是住酒店啊 那么我就只能等了 那么一直等 等到2020年的10月份 移民局开始复工 12月 我们终于收到信了 好 这才是噩梦啊 今天 紫横和太太在家里做蛋糕 制成品十分专业 因为他们在香港完成了做蛋糕的专业课程 学做蛋糕 不仅是因为兴趣 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移民路上遇上疫情 2020年12月 紫横收到加拿大永久居民的确认信 以为很快就可以到卡加利开始新生活 想不到竟然出现了变数 那我们收到信之后呢 当然是全数打包 去装箱啊 所有的东西请运输公司送到加拿大了 到了1月底 全家人都来送行了 那么去机场啊 在这个航空公司的柜台前面啊 那个主任跟我们说 你们不能登机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登机啊 什么原因啊 那个主任就说 3月18号封城之后呢 你们所收到的信呢 暂时是不能到加拿大 我说 有安排啊 足有安排啊 我对自己说足有安排 因为自己经历过啊 那么跟太太说 哎呀先回去了 再想一想啊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啊 因为亲戚那边 已经告知我们 我们走了嘛 所以呢 再住下去就不太好了 那我们就去住酒店 不能上学 也没有工作 房子已经卖掉 没有地方住 要住在酒店 感觉很漂泊的感觉 如何是好呀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看如何能联络上领事馆 也好啊 移民局也好啊 想问清楚怎么回事 但是一直都没有回复的 这样 那么这个期间 在酒店里面能做什么呢 跟孩子说 去做运动 不要让自己停下来 实气沉沉 去做运动 这酒店很有趣啊 有一个健身房 不能超过四个人 刚巧呢 我们四个人 占据了整个房间 去做运动啊 那么我们在那里 一星期做三四次运动啊 那么做完运动之后 带他们 就逛街了 你反正要等嘛你 就逛逛香港了 那这期间呢 我 我姐姐说啊 哎子恒啊 反正要等嘛啊 有没有兴趣 学做蛋糕啊 做面包啊 学学也好了 我也很有兴趣啊 我就跟太太说 去学学也不错嘛 那我跟太太一起去 学做面包 做蛋糕 最后啊 还取得了专业执照回来啊 因为等的期间呢 足足半年啊 本来打算学基础班 学一两堂 学了基础 不如也学学专业班嘛 那么专业班学完 加拿大政府还没有回复 那我再学执照班啊 整个过程我们就是 学做面包跟蛋糕度日啊 那么也让孩子呢 吃我们亲手做的啊 那么也能够教导他们 我说啊 其实不会浪费啊 这全都是主的安排啊 我这样告诉孩子 滞留香港六个月之后 子恒终于收到加拿大政府 再发出的确诊信 在开心雀跃的同时 当时一家人在九月 要启程到卡加利的时候 因为上一次的经验 心情是战战兢兢的 所以连我的家人呢 都没有通知啊 我说你们不要再过来送行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再一次失望 所以那天我们凌晨三点钟起床了 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呢 就去机场 心情是战战兢兢的啊 不要当作能走得了啊 不要当作真的能够成功离开 真的check in了 check in之后 真的走得了 我还是跟太太说啊 不要太早高兴啊 其实心情还是一样啊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发生啊 登机到温哥华机场抵达了 希望顺利过海关啊 不要又说 你的信件不行啊 你要回香港啊 希望不会了 接着呢 到移民局去盖了张 还要听到海关跟你说 啊 恭喜你啊 终于你来到加拿大 恭喜你 我跟太太呢 立刻松了一口气啊 终于是搞定了这个文件了 但是我说还不要那么早高兴 因为还要转机去Calgary 因为还没有到Calgary 我的心情还没有平复 当我们下了飞机 看着飞机从温哥华降落到Calgary的时候 我说终于到了 我跟太太说终于到了 到了 我说了很多遍啊 到了 我真的想哭出来 成功抵达目的地 子恒深深经历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 所以抵达后 在各个方面的安排 他也都继续以信心交托 那么抵达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中了 之后要找房子了 各样的文件上的处理啊 直到十月中旬啊 我才建到这个房子 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呢 刚巧是上市的第一天 我不知道是上市第一天呢 是经济告诉我 刚刚上市 我们祷告之后立刻到网上去找 在这个地区呢 因为方便孩子们上基督教学校 因为安排他们上基督教学校嘛 才选这个地区 正是因为这个地点呢 才有出售屋啊 那么而且靠近我女儿的基督教学校 走路就走到 立刻呢 我就找做地产的这个教会朋友去帮忙啊 那么来看安排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一看上去啊 基本上已经很完善 很齐备了 而且不需要怎么装修了啊 那么已经很不错了啊 那么立刻呢 我就给这个购房协议书 对方很快就接受 这样就成交了 因为呢 我也常跟这边的校友啊 老华侨啊聊天啊 搜集到的资料就是 在11月中到11月的时间呢 会开始下雪 那么我就想也要买汽车了 搬房子一定要安排好 不然下雪才搬 我的家人就很辛苦啊 那么房子搞定之后 那么就去买汽车 当时没有新车 没有新车可卖 本来想买个新车嘛 因为能够避免一些问题啊 而且有保养嘛 那么再怎么说 我们这些这里也是新人呢 避免会有额外的这些问题啊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解决 四处也找不到之下呢 也是靠啊 祷告 求主 我说主啊 又有一个问题啊 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啊 安排啊 那么接下来又上午 上网看啊 看看这附近的这个车行的网页啊 最后看见有一辆 车还很新呢 里程数也不高 又是大车行啊 看看日期呢 刚刚发出来 我立刻就发一封电邮去问啊 我们先问 有没有这个车子啊 有啊 刚刚上市啊 又是刚上市 于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也是刚刚上市 我就说 能不能够现在过来看车 我们从这个占住的这个房子 走过去啊 走了大半个小时 去看这台车 看完之后立刻出价 我说 明天就要取车啊 就是因为 就要下雪了 那我们买了车子 跟着第二天就开始下雪了 他比一般新移民家庭 经历了更多 首先踏进加拿大这个地方 已经遇上很多困难 然后一步一步 看到有很多的难处 但又观观难过 观观过 神的恩典一路伴随着他们 我自己也是新移民 很多年前 我有家人在这里 我的家人都在这里 但是他们没有啊 但是觉得他们很正面 其实新移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他们要看到这件事情 是正面的 他们不会有这么多自怨自哀 他们这样的态度呢 移民他们会移民得很开心 走过了生命的迷失和回转 顺境和逆境 子恒向神有以下的一番话 我想对神讲 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犯错 但是神却怜悯我们 我真的是很感谢主 感谢主怜悯我们微小的人类 虽然是由他创造的 我希望主能够继续带领我们 希望能够遵守主的诫命 其实每一件事情 我都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我向你讨告 总是我鸳鸯 我虽认信 你仍然可信 面对的山灵那么高 路径更难如没去路 但信靠你 你一定会开落 向世界宣告 你是我盼望 我深想想 靠着你得胜 凭着单纯的信心 凡事向神祷告绞脱 可以将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可能 马子恒Ricky 从创作机械人 到积极面对移民的挑战 都见证了耶稣基督是可靠和真实 你是我神 是我的衣帮 在我梦作困扶中 你在世听擦寒 多谢大家收看恩宇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我谢谢大家收看 我看你好看 最后面的杨 吧 我看你好了